台中文新森林公园设立接种站 施打莫德纳疫苗 一早民众就去排队 队伍绕了广场整整一圈 限量600G 号码牌没多久就发完了 另外西区公所则是有300人 纠团打疫苗 包括了一分局 西区公所还有里长纠团 有远景穿着制服去打疫苗 休息了一下之后就继续执行 台中文新森林公园设接种站 打莫德纳限量600G 民众一大早来排队 忍不住抱怨 疫苗好像用抢的 大家抢破头 就是5点到这里 5点都是天还黑的 9点开打有人5点就来 现场看排队队伍绕了广场 一圈又一圈 目测早就超过600人 但民众还是不愿意散去 有人前一天来排没打到 上午再接再厉 有坐轮椅的除拐杖的 9点多来的已经看不到 排队队伍镜头 这都是排队的 这都是排队的 因为当时那样吹风 同一时间台中西区卫生所 也有接种疫苗 一分局西区公所及里长 纠团300人 所以不用跟人挤 有警察穿着制服来打针 等等还要执勤 来施打的对象 都是站在第一线 跟民众接触频繁的一个人员 而市长卢秀燕也来视察 强调这一周内可以达到40万剂 到过年前 大约可以有67万人自接种 疫情升温 民众普遍觉得 疫苗还是早打早安心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